又来到人山人海 又繁忙的观塘站 今天观塘走走 聖安牙饼店很好生意 ok7也很好生意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很颈寒 一个旺角一个观塘 基本上都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为什么呢? 因为只是观塘站 他们的数量比人流更多 因为香港本身的群组是最高的 贫富原书的差距也很大 一个黄大仙一个观塘都是住很多穷人 很多工厂大厦 地铁站里面 今天是星期六 繁忙时间就是这样 基本上是印度的一本 走进去APM 永远都是这样的 香港也是感觉清零时代 暂时有一两次就是零确诊 基本上 疫情都控制得不错 算是 今天是32度 但是有冷气也是很热的 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出行 礼牌 看看这个 我觉得应该不好吃的Fly Guys 还是要排长龙 这条龙也没那么夸张 去看看APM 今天没有床 没有床 看到整个Lobby 都是执门人 哇 真是瘋 那种人多 那种瘋的感觉 那种瘋的感觉 周围都是人 这间Porkong 换了一个这样的公仔 不太会欣赏 有些港客的感觉 后面有绝华村 在APM 看到 周围都是人 假日 小北面要排队 哇 现在更夸张 这间春水堂 不知道水有什么特别 但是排场浓 起码30人 很夸张 旁边那个 鸣楼 也是吃日本东西 排了10天 20个 两间食肆都逗排了 哇 很长 这间鸣楼 不知道什么东西 排到这个位置 哇 这间都 西餐厅都坐满人 这间餐厅都坐满人 挺好生意 每间餐厅都在APM 都不错 这间鸣楼 也有很多人进去 买东西 可以看看 圆圆不绝 哇 这条电梯是 不断有人上上落落 这间鸣楼 这间八月堂 有名牛角包 平时排满的 今天就未算 还有机会买到 有很多款式 有些是32元 有些是20多元 最便宜的 应该是15元 这款 也挺不错 风巢可重 15元 哇 这个样子好像很棒 26元 这个蟹味牛角包 这款也好像很棒 招筒 招筒 招贝雷 22元 都买了 哇 那它本身的包装 都很名贵 一个 牛包 只需用纸盒 入住 有些不环保 但是真的很漂亮 这个 就是 普通些 但是它分开了 其实可以安装在一起 哇 这个招筒 一块顶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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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还有一个蟹味 牛角包 买了两个 我和这个女生 一人一人一人 哇 这些经典的APM Food Court 没有太多了 整层装 我以为 喝点 吃点 也不行 哇 香港人前世未吃過三文治 Super Sandwich都要排隊 這個不是搞笑 又是裏面座無虛席 人們在擦餐 經典Starbucks都是坐滿人 四樓食街都可以看看 這間泰媽媽都坐滿人 這間泰媽媽也是 這間泰媽媽也是 本鎮吃過牛肉 排隊 人們也很開心 整條街都在排隊吃東西 因為他們的食材 裝修令到這些食肆 人流更高 整條街都排隊 這間泰馬屋 裡面坐滿人 人們也排隊 我寧願在觀塘附近 找點食物 也不會喜歡在這裡排隊 這裡有很多扭蛋機 挺有趣 然後這間 吃不知日本拉麵還是什麼 又是排滿一杯 日式餐廳 茶木 這些是平時都不太想吃 今天也坐滿 還有少量人排隊 其實我的樂褲都有齊 茶木 這些都不用排隊 我樂褲那邊 這間就是 菜蘭那間 錦麗 藍店也是坐滿 連那些垃圾公仔麵 吐司公房 吃垃圾公仔麵 也是坐滿 今天好爆 要找一些室內的地方 炭爛氣 不然這個人真的很辛苦 牛頭角的隧道 這裏以前都是一個連儂牆 他的痕跡可能都洗不掉 現在貼牆紙 貼了竹林的牆紙 挺搞笑 想洗走過去發生的事 但是應該都 有些東西在心中 這裏就是物技的單位 入物技 其實只是冷氣 順便看看現在的價錢 現在兩塊雞 $47 相對於KFC比較便宜 一桶雞六件 $123 二人餐 我覺得是略貴的 看看這些貴不貴 豬柳版 這是最便宜的 物技最便宜的包 $12 豬柳蛋 好不好 看看 新餐是一般的 我覺得是略貴的 安格斯 安格斯 這些比較貴的餐 是$39 安格斯 單點是$32 加芝士 是27.5 這是芝士安格斯 雙倍是$39 哇 就這樣看菜單 以為是去到KFC 現在KFC做漢堡包 他就做雞 鬥到這樣 以前就分了 你做雞 我會做包 現在都混在一起 剛才去完派對屋 現在4-5點 就涼闖了一點 如果是漁民方的位置 我覺得是挺神奇的 本來有一個東西 我又不覺得它怎麼拆 突然之間又不見了 遲些這一段 我想也是一樣 因為它簽戶都離開了 夏日熱辣辣的 今天就先吃珍珍吧 天色的太陽 開始沒有太猛 這裡是新的漁民坑 今天就補充少少 舊的漁民坑 已經不同了 已經是拆了 或者是拆了 看看這條路 其實沒有什麼看的 變成一條行人路 變成一個地盤工地 對面有多些東西看的 不過今天就 正不拍對面 因為對面之前也拍過 很多東西 部分店舖還未開齊 可能等兩三個月 等它開齊 再拍一次 現在呢 很神奇 我不知道它怎麼拆 一陣子就沒有了 整棟東西都不見了 好像 變魔術 大衛高拍飛 被布蓋住 然後又不見了 這棟東西也是 會整棟拆 其實我不太明白它們怎麼拆 但是很厲害 外國那些好像是炸了它 是吧 沒有東西看的 已經 以前是一些商鋪 來的 現在的馬路位 可以過去對面的玄文坡 新的玄文坡 如果說它簽戶 還有一個配時的 配錶 在這裡 配錶 配錶 但它那個又不算是店舖來的 車站 還有幾個車站 可能遲些都搬到 這幾個車站 現在就相當陰森 這個位置都拆了 感覺上很骯髒 感覺上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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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店舖 全部都拆掉 這個就是 浴發鮮果汁的位置 浴發鮮果汁的位置 這個 它真的最後離開了 它有寫著 市堅無量 執達台人 保育舊區 很難說 也說過這些 其實它們是 霸回來的 像是 亦權侵佔 那樣 之前有個 賣皮甲 賣皮帶的 都拆掉了 剩下一些 小販 還有小販 那些應該都 不算一間店舖 魚文坊 前身是恆生銀行 印象中是物技 沒有了 這裡 這裡 都是中標的 那些 前身好像是物技 這位置 補映 補映 這個位置 現在 一幅 一幅 爛爛爛的建築 剩下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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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過多一個月兩個月 直接消失了 我想整個洞是不見了 像剛才那位 那樣 先拍照 五點三十九分的觀學站 今天經常在觀學部 人都電 看到那種人流 癡癡癡 真正的人山人海 一個急速的城市 最後 今天真的很熱 入夜就開始正常一點 沒有那麼熱 今天拍攝了觀堂的情況 先拍攝這麼多 回去直播再說 多謝收看